书接前文 这仗打到最憨之处啊 咱们说书就不能啰嗦 直接奔主题 咱们是直接开打 前文书咱们说的 费阳谷接受了阴化型的建议 派遣了三千名八级兵 就攻取了昭穆多地区 最显要的一个地势 就是掩头了这座小山 最初费阳谷的想法是 把这高地让给嘎尔丹 把嘎尔丹全军赶到高地之上 大军围困小山 这样成围城之际 这嘎尔丹呢 良尽水绝 就会困死在山上 后来还是总兵殷化型提醒他 围军战士怎能不占高地啊 这样的主帅费阳谷 才派人占领这块高地 书往后说呀 您就能知道了 费阳谷这个想法啊 完全是错误的 如果真的把这嘎尔丹赶到山上啊 这清军还真围不死人家 哎这是后话 咱们晚些时候啊 就能聊到 那本着谁出的主意 谁执行 这阴火型啊 当然不让 老将军率领 三千新风军 就攻占了山头 到山头一看 这阴火型 可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啊 这嘎尔丹和他们想的 一样 山背后 也就是山东面啊 密密麻麻 全是准嘎尔的士兵 也正望山上攻 那还等什么呀 老将军阴火型 架上了子母炮 弗良机 摆上了大台杆 鸟枪火冲啊 再加上万箭齐八 就在这座小山头上和这准杆人呢 可就焦了火了 清军攻占山头啊 那是赏武时分 到了山顶之后 立刻和准杆人就焦了风了 这互相对射的阵地战 打得很惨烈呀 从赏武一直就打到了邦晚 这双方啊 损失算是基本持平 可是要是细掰着起来 这清军可就不露脸了 你占着地力之优势 从上往下打 这准杆人呢 一律是仰功 这样和人家才打了个平手 所以说这清军的战斗实力 和这个准杆人呢 还是有差距的 到了邦晚时分的 这清军的士气 可就跌落了下来 这时候就有偏将副将 向两位大帅建议 主帅费阳谷和副将孙斯克 他建议什么呀 他建议说呀 咱们先撤起来吧 休整到明日之后再战 这副帅孙斯克 兴如烈火一听就急了 什么撤下山来休息 把阵地让给敌人 好混蛋的主意了 于是下了军令 有退缩者法务社 你不是出撤兵的主意吗 先把你派到最前线去 可是这费阳谷一琢磨啊 这样也不行啊 确实是盯不住 这战斗实力啊 真不如这群蒙古人 正当着两位主帅 在大帅之中束手无措之时 哎 外边进来一个人 谁呀 就是先锋官老将军 殷火刑 殷火刑啊 见到两位大帅之后 是插手实力 他说末将有一计 是可破准带 这费阳谷一听啊 联盟说老将军 那您就别捏着了 您赶紧说吧 咱们这正急着呢 因为我听说呀 刚才我在山头之上 指挥作战之时 看到咱们东南边啊 有一山谷 山谷前边排列的 全是准盖尔的士兵 无论咱们这个前方战场 战斗多么的激烈 那些的准盖尔士兵啊 也不往前冲 队形整齐 仍然在山口之处驻扎 我怀疑这山口里面 定是嘎尔丹部的富如老小 这盖尔丹部的所有资重粮草 一定都在山谷之中 大帅我看呢 咱们拍一只偏师 不用人多 两千人即可 直接啊 绕到山谷的背后 抄了盖尔丹的后路老巢啊 我看咱们一战可胜 这费阳谷和孙斯克一听啊 好主意啊 那咱们干嘛还派一路军呢 干脆拿出四千人的部队 兵分两路 一路从山谷正面突击 另外一路绕到后边啊 直接去夺他的资重 那有着意了就好办啊 安排打吧 定好了计策之后啊 老将军阴火行 继续回到山头去指挥攻坚站 不到一刻的攻击啊 看着山下大乱 这证明什么呀 证明这清军呢 已然对这个准尔的后勤部队 动起手来了 老将军阴火行 下达了冲锋的命令 山上的清军如潮水一般 就冲下了山坡 将官指挥得当 这仗自然打的就顺序 山上的清军呢 并不是愣不头就往下冲 最前边的清军呢 抬着巨马作为屏障 后边的藤牌兵掩护 攻武手火枪兵 轮流激发 这整个二人呢 擅长 齐战冲锋 撞上了巨马之后啊 施展不开 也只有下马拼杀 这清军呢 越打越顺手 红色的藤牌兵在前 攻武手火枪手 弯腰跟进 十步之内一起激发 湿如雨下 这阵地是一点一点的 往山下推 非常有节奏 是毫不慌张 再看这会儿的准干尔兵啊 那可是真慌了 抬头看这山上的清军 是全军攻下 哎 回头再看自己的后方大营啊 粮草滋众那边啊 已然起火了 哪还有心思打仗啊 纷纷跑下山去 强骂而逃 混乱中啊 不少的人都跌落身下河中 从这悬崖上掉到河套里 据史书记载 河中满是尸体 这兵败就在一瞬间 天还没亮 老天爷就判定了 盖尔丹出局 准盖尔重将官最先跑的 就是这位大韩盖尔丹 他带着多少人跑的呢 有人说几百 也有人说是几十 还有人说呀 是上千了 老将军孙自贺 带领自己本部人马 随后就追 可是追到天亮之后啊 这孙自贺回头一看 不能追了 因为跟上来的清军呢 哎 数了数 只有三百来人 那万一前边中了人家的埋伏 那可就不好办了 这才罢了是领兵回营交令 那一看这大韩子都领着人跑了 那盖尔丹手下的大将 丹吉拉 丹金 俄木部 也都领着自己的残部 退出了战场 要说是有点气节的 还得是盖尔丹手下大将阿拉不谈 苦战不退呀 清军对这支部队 发动了几次全力的攻击 才算拿下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再大的战场也有平息的时候 天光大亮以后 这战场逐渐平息了下来 清军获胜 而且是大胜 不用点数 管看这战场形势 就知道 盖尔丹的主力尽失 这盖尔丹虽然跑了 不过谁都看得出来 他要是再想缓过劲 翻过手啊 那事比登天还难了 这清军对战场 一打扫 一点数啊 解开了咱们这部书 在前边啊 埋下的两个扣子 一呢 是这盖尔丹 为什么放弃了自己 游击战的计划 死攻这个小山头不放 是要借助这个山头的 有力地势 与清军决议死战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的部众和他的资重 就在附近 你带着这士兵 扭头跑了 那这些牧民和物资 就落到了清军手里 粮草资重啊 暂且不论 这些牧民 那可都是士兵们的家人 那你想想 这些蒙古骑兵 还能踏踏实实的 跟着你干吗 所以这盖尔丹 才要立功山头 和清军决议死战 其次呢 咱们再说说当初这费羊国 要把嘎尔丹的人马 赶到山上围困之际 打扫战场一点数才知道 原来这嘎尔丹呢 那可真算得上是有备而战 广福或者牛啊 就两万鱼头 羊四万鱼只 其他的粮草无数 那有这么多的资重在 你想把他困死 那谈何容易 这些还都不算 在打扫战场之时 还发现 盖尔丹的妻子 被鸟枪击杀 金凯黄袍 横尸到左 这阿努可敦 惠而美 是深爱盖尔丹 从这娘娘 披挂上阵 奋战而死 就能看出啊 这大汗和可敦之间的感情 还真是很深的 西路军大圣啊 咱们先放一放 咱们说中路军 那个追击之师 率领两千精兵 来追盖尔丹的 新命安北大将军 马斯卡 这马斯卡呀 咱们前文书说了 捡了个便宜 捡的什么便宜呢 今儿我就跟您说说 他这一路追来呀 他可没追上盖尔丹 至于是真追不上 还是不敢追 咱们这脑子里呀 就得画一个问号 因为他追击的时候啊 这康熙皇帝 亲自为他挑了又挑捡了 又捡的两千精细兵 并且随身都携带 二十天的口粮 他追谁呢 他追盖尔丹呢 咱们刚才也说了 这盖尔丹是把 全部的步众都带上了 行军的速度 跟他就不一样 他要是真想追呀 一追两碾的 三步五步 我看就能把盖尔丹追上 可这盖尔丹呢 除了步众之外呀 自己还有一万多的精兵 安北大将军 马斯卡手里边 一共就两千人 我觉得啊 这安北大将军 并不是追不上盖尔丹 是不敢往前靠前 才是真的 那他捡了什么便宜呢 这盖尔丹在前方 遇上了费养骨 这西路军的硬茬子了 赵木多一战呢 打败了 盖尔丹跑了 跑向何方 不知去向 这步众 掉回头往后跑 可就撞上了 马斯卡的两千精兵了 这会儿准尔丹 厄鲁特呀 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见了马斯卡这支清军以后啊 浮在道边 是跪下便拜 赌咒发誓的愿意归降大清 点了点数啊 收集了几千的厄鲁特部众 因为这事的康熙皇帝啊 对这个马斯卡呀 还大家的赞许 在这功劳簿上重重的给写了一笔 这马斯卡呀 也不光是在康熙面前 只说自己的功劳 这费阳谷等西路军将领还没上奏 他就把这个大捷的消息 报告给了康熙 康熙皇帝啊 对这个西路军的大胜啊 虽然高兴 但是还抱有怀疑 其一呢 就是为何这费阳谷 没能勤拿住嘎尔丹 第二呢 就是报上来的结果 粮草牛羊 资重误算 奸敌两千余人 到底有没有这么多呀 这康熙皇帝啊 哎 很怀疑 于是这康熙皇帝 让费阳谷原地驻扎 先不要来见我 那等什么呢 等调查团 哎 这老皇上啊 真拉得下脸来 他就真派了一支调查组啊 来到了费阳谷的军中 到了军中一点数啊 连这个调查团呢 哎 都臊了 人家明明斩杀的呀 是三千多的恶鲁特骑兵 为了谨慎啊 还少报了 这费阳谷跟皇上说呀 只斩敌两千 至于为什么没追上 这个嘎尔丹呢 这群钦差大臣调查团 到马鹏一看 也就明白了 一看这西路军的马匹 也是个个瘦弱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这西路军 从发兵之时就不顺 蒸粮 蒸夫 蒸马 全是问题 并且呀 穿越隔壁 遇上了大风雪 好不容易翻过杭爱山 想到草场修整一下啊 这草场还被 嘎尔丹一把火给烧了 所以不光是粮 这牧草也接见不上 这马匹 瘦弱的已经不行了 那简直啊 就是四根骨头棒子 支一排骨架子 再看看缴获 这嘎尔丹一方的 这些马匹啊 个个飙飞体壮 这大臣们 一下子就明白了 指着西路军 这些马灯 怎么能追上 嘎尔丹的 这些高头大马呢 聊起了这些情况之后 钦差大臣 转奏康熙 康熙皇帝 这才转忧为邪 带领着自己的文武大臣 三拜九寇的祭的天 回到北京城之后 在北京城的国子监 还立下了一块石碑 把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原原本本的记录了下来 您今天一人到国子监去游览呢 还能见到这块石碑 可是啊 这康熙皇帝又一琢磨 虽然呢 这嘎尔丹 已经没有重振的可能性了 但是归根结底啊 还活着 他活着呀 这皇老爷子自然就不放心 于是 康熙皇帝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 一呢 是勒令所有的这个蒙古王公 尤其呀 是青海的和说特部的台阶呢 一定要断绝和 嘎尔丹的一切往来 不能再拜着朝廷 私自的资助嘎尔丹了 从头听咱们这部书的好朋友 肯定都知道 这和说特部和准嘎尔部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一来呢 赶紧联系这嘎尔丹的侧族 侧往阿拉布坦 与这侧往阿拉布坦达成协议 绝对不能让这 嘎尔丹再回到现在的新疆境内 第三呢 是延令飞扬谷 孙策等将领 将科普多向外的通道 全部为死 最后一件事啊 哎 这康熙皇帝 把目光转向了青藏高原 康熙派出了使团 来到了拉萨 一定要搞清楚 这会儿的武士达赖 是不是还活着 他传指延令使团 如果这武士达赖喇嘛 还活着 一定要见到达赖喇嘛 如果这达赖喇嘛 已经原济 勒令现在西藏 真正的当家人 苍结加措 把这些事情啊 一定要给我解释清楚了 有一件事情 说不明白 天朝大军立刻杀奔西藏 对西藏啊 要兴问罪之师 所以说咱们这部书啊 望后说是越说越热闹 所以说要听精彩故事 还请您明天 早来